条件这么好的一百亩荒地 竟然无能耕种 看着引擎这个场景 作为年轻人 特别是像我们这种 回家创业的年轻人 有说不出的心痛 看着一片片清凉的景色 心痛啊 缺不得怎么办 朋友们大家好 看看吧 成品成品的稻田 没能种了 去年有些人种着 有些人没种 但是到今年 可以说完完全全已经荒掉了 我就不知道 今后 这些山区农村的出路在哪里 像我们这些年轻人 种下稻果不赚钱 真的不赚钱 今年肥料涨价 农药涨价 稻种涨价 就是农民种出来 稻果不涨价 我也不知道 今后这些稻田 是不是该会全部荒掉 这些稻田 到底有谁来耕种 如果是我 打死我也不会种地 为什么 我在外面打一个月工 最起码现在也有六千块钱 去年我爸妈在家 两个人种了一年的地 卖出了一块五的高价 还是我在家里 我自己拖到我们市里面 还多出两毛钱的油费 要不然我们当地百姓 都是一块三卖主的 我老爸种了一年地 算下来 去年到股除了自己吃的 我们是收入 四千八百多块钱 然后还要除掉农药化肥 我们不算能工 可以除掉一半 让我老爸妈妈在家里 两个人光挣到过一年 就赚了两千块钱 你说如果同样的稻田 今年可能不种地的人 不知道你们城市中央的人 不理解农民的辛苦 尿素 去年一代一百 今年一百四 复活肥 去年八十 今年涨一百二 平均每代增加四十块钱成本 如果今年的稻田 它不涨价 我告诉你 去年我爸赚了两千块钱 今年肯定全部会贴到肥尿钱 农药钱去了 还有单纯的一批农达 去年是卖三块五 今年卖五块五 涨了两块 有些地方涨了一块五 成本真的很在增加呀 看看吧 你说条件不好吧 水 要水有水 交通不好吧 你看到没有 这些稻田交通还不好吗 不好吗 旁边就是这个公路啊 你说不好吗 一不愿意挑 非常好的 那就是为什么没人种呢 你看对面这些稻田 都放在这里 如果是去年在这个时候 这些稻田早就有我们这边 已经在开始打枕了 今年的话没一点响动 我都在想啊 今年这一片一百多亩啊 谁来耕种呢 我吗 我说绝对不可能的 全国过地不是有那么多的狠人吗 既然我们这边有成平成平一百亩的 那么你们拿出你们的本事来我们家乡种地吧 只要不要把我们家乡这些稻田啊 成荒地啊 那么我们当地百天就感谢你 别说租金了啊 不要租金 如果是真的要租金的话 我们就一云一亩租给你 只要你不要把我的稻田荒掉了 我不管你们种什么 但最起码不能把我的地荒掉 但是啊 但是又有这个政策啊 你来可以用来养鱼养鸭子什么的 但是你就是不能加高这个亭坑啊 不能毁坏这个稻田原本的模样 另外 如果你们来我们这边帮我们把这个地种了 你说怕当地点气生 没关系 我在这里 我全权给你负责收货 绝对不会让你因为水啊 还有什么东西让你绊到脚 有麻烦我来解决 让你们一股专专兴兴的给我们种粮食 赚的钱你们自己拿 地住一云一亩 如果你觉得条件还不够吸引你 我再加一只啊 我家的老房子免费送给你住 虽然不是什么好房子 但是你可以来种稻谷的同时啊 家也会让你一个有水有电啊 不露水啊 而且比较大 不用看 这一边全部都荒测了啊 好了 感谢 你们这些狠人啊 赶快来我们这边种稻谷吧 谢谢大家了 拜拜 拜拜